北京时间11月30日19点 中超第28轮 赵英杰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最终天津金门虎1比0击败广州城 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 罗萨左路带球横敲 赵英杰跟进上来立马拔腿怒射 皮球直挂左上脚飞进球门 这一粒进球帮助天津金门虎1比0击败广州城 收获连赛五连胜 根据数据统计 这是天津金门虎近9年来首次取得中超五连胜 88天前 李伟峰在广州城的执教首秀中 便以2比0的比分击败天津金门虎 取得开门虹 随后又以1比0击败政治执教的广州队 李伟峰迎来两连胜的完美开局 而本轮被天津金门虎1比0完成复仇之后 广州城已经遭遇6连败 而且最近11轮比赛只赢过一场 那就是4比0击败中超垫底的全华北和北队 这一场0比1 让政治执教的广州队隔空收大礼 现在广州队在少赛一场的情况 仍然凭借精胜球优势 力压广州城排名倒数第四 处于上岸的状态 而6连败后的广州城仍然能排在倒数第三 其实要感谢足协重拳出击 整治倩兴情况 如果不是武汉长江 因为倩兴被扣掉9分 恐怕广州城要锁定一个降级名额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